底下问说六祖谈经是否叫我们首先要见信 然后念佛更受用 往生西方有把握 不是的 六祖谈经要是见信了 你就不用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为什么你已经成佛了 你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用不住到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这个要知道 那是一个成佛法门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成佛法门 就是你没有办法在这一生见信 那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 到了极乐世界再明信见信 是这么一回事情 这个路子比较容易走 一生靠自己明信见信 太少太少了 像慧能大使 这个样子 我三个老师都告诉我 方东雷先生 张家大师 黎宾南老爵士 三个老师都告诉我 你决定做不到 非常肯定 而且告诉我 不但你做不到 他是指着我了 做不到 慧能大使之前 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做到 慧能大使之后到现在 一千三百多年 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会做到 这将动物 由此可知这是多么难的事情 你要做到了 真的祝福菩萨对你的尊敬 为什么这太难了 太稀有了 所以老师劝我 从建修 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提升 一下放不下吧 慢慢放 走这个路子 到极乐世界之后 再彻底放下 所以我们讲呢 到极乐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只要功夫成片 这个在此地我不多讲 我们讲经的时候 讲了很多 你多听经就明白了 功夫成片 你就决定得神 再看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 从真如自信下手 见信了 是否生死就自在了 见信 生死就没有了 慧能大师见信的 告诉我们 见信之后 你的心清净了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 就生死没有了 本自具足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你就成 究竟圆满的佛苦了 你跟释迦弥陀 没有两样 你要问 怎样从真如自信下手 我觉得你不必问 就像我的老师叫我 你不可能 你这也是做不到 还是老师念佛 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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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报